阿勇 你冷静点 别转了 头晕 冷静不了 刚刚是女兽大小姐还在祠堂 这都快半夜了 怎么小琴还在那儿 你若是放心不下 去找她便是 说得对 月姑娘 我会用引蛊避开巡逻的人 神不知鬼不学 这样行不行 好吧 我也担心秦妹 你去吧 若是有人来 我们帮你遮掩一耳 但记得 不可与白府巡夜士兵起冲突 多谢 月姑娘说 别跟那些士兵起冲突 有了 正好带了鸣鼓 可以引走那些士兵 鸣鼓我带的不多 得省着点儿啊 不过那些鸣鼓 只要下次再来就 别别别 小琴 小琴 阿勇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 小琴 怎么这么晚你还在祠堂 你可烦你了 没有 是我自己要留在这儿的 我很久没有跟店娘聊了 我说了很多 不自觉就这么晚了 如果心里还是难受 也可以跟我说说 我娘去得早 好 我爹 又每天军务繁忙 都是哥哥们陪我 我很小的时候 喜欢吃乙糖 可大哥管的盐 总不让我多吃 二哥 就偷偷地藏着给我 后来我牙被黏掉了 一直在哭 二哥就在旁边大声笑 大哥气得不行 又舍不得凶我 就把二哥给打了一顿 还罚他 超了五十遍家规 二哥说 这可比练武累多了 我十岁那年 爹去世了 大哥接过都督的职位 二哥也开始领兵打仗 他们就没时间陪我了 但是兄长们 是为了守护卢龙府的百姓 我真的觉得很骄傲 那次 他们争讨叛逆 我实在是忍不住 跟着上了战场 然后我知道了 你根本不是什么敌军 我大哥为了强占领地 开采兵金矿 迫使当地的百姓做苦工 就以平定叛乱为名 出兵讨伐 当地百姓自足明病 奋起反抗 那场混战中 我不甚被流失所伤 你还受伤了 严重吗 还有 我的伤并不严重 因为我被好心的民兵给救了 捡回一条命 可后来鲁龙军攻了进来 局面更加不可收拾 我跌落山谷中 被来查探战事的师父所救 但那时的我一闭眼 便是兄长们疯狂的眼神 于日惊恐之下 我说自己的村子遭遇战乱 一无情人 师父就将我带回了新下来 莫不是 是 就是我们在客栈看到的那些矿衣 我甚至第一眼都没有认出他们 我大哥他 真的是很好的人 鲁龙府的百姓过得很好 很爱戴他 士兵们也非常尊敬他 可为什么 可为什么 为什么呀 我想不明白 这么多年 我一直想不明白 我们离开这里 我带你回仙下盘 阿游 谢谢你 但我暂时不会离开 晓芹 我想试试 能不能说服哥哥们 好吗 好 好 那你记得 不管你是走是留 我都会陪着你 喂 嗯 好 好 好 啊 对 我 好 谢谢观看